如果我們在使用過程當中 我今天是在菜市場 我在賣肉或怎麼樣的時候 我污損了 我弄到醬油了 怎麼辦 我洗到了 那今天如果是1000塊500塊 我找銀行出力 我看憲哥沒有要出力嘛 三倍券 這個人家你電 對 所以為什麼 大家其實寧可 剛剛我們還有跟一些 冰店什麼大家連線 為什麼大家寧可不要收 何必找麻煩 何必找麻煩 那你搞了半天 弄了很多這樣的政策 讓大家去看了半天 每天在那邊想 光是今天看到了 那麼多的人 大張旗鼓的 嚴正宜帶大家來兌換 沒有來兌換 一大堆了 我是專門可以幫你 辨識這個三倍券的 這個會不會有一點 事倍功半 我從一開始都是講這個 不是說認為這個政策很不好 它一定會帶來經濟的效益 它帶來的經濟效益 是不是有達到預期 而你的預期是多少 這個事情是希望 讓大家覺得說 有政府請安心 可是有一點在瞎忙 就是說你付出的成本 其實是很高的 民眾實際帶來的獲利 沒有想像中那麼高的 而且民眾可能也不只是 好 官員好像蠻高興的 官員覺得說 你看今天沒排隊啊 聽說 歐美花部長今天還滿 跟官員之間開會都還笑嘻嘻的 自信滿滿 但問題是官員高興 老百姓不見得特別高興 也不是說這個三倍券是讓大家水深火熱 是一個很痛苦的真正 一道也不是 但是麻煩啊 零也麻煩 用也麻煩 兌換也麻煩 每一個環節都麻煩 然後搞了半天以後 其實也就只是一千換三千 沒有說很大的一個金額 如果現在每個人手上 還有一件事啦 有人講說 如果你不願意用的話 那其他商量更搶的要用 這個好像也沒發生 如果今天每一個台灣2300人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五萬塊的三倍券 哇 那我說實在的 我如果是攤商 我不收 我就虧大了 但因為其實就是兩三千 那也是一陣子過去以後 那我們看郵局沒有人對不對 剛剛又一陣講說 最新的消息好像說 已經三億了嘛 第一天就已經兌了三億 可是人潮都沒有看到 那就表示說 他們並不是你想像那一種 手上拿著一千五千一萬 去兌換的人 而是手上幾百萬 幾千萬去兌換的人 那那些人就不是要幫忙的對象嘛 我的手上